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題是 在疫情下外國人是怎麼在新加坡找到工作的 畫畫老師之前的工作我是空服員 但因為那時候相信大家也知道 空服員那時候也是還蠻辛苦的 因為全部都停飛 然後無薪假這樣子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我很多朋友都回台灣了 所以想說自己要不要也回去台灣 就是休息一下呢 但後來想想 我是一個喜歡幫自己設定目標的人 只要沒有目標我就會有點慌張 然後就會想說怎麼辦 會不會就是人生漫無目標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不如就試試看找新的工作 如果找到了就繼續待在這裡 然後沒有找到的話 那就會回台灣 那很幸運的那時候有找到工作 那今天我主要是分享 我那時候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新加坡 在新加坡以外國人的身份找到新的工作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主要是分享 那我主要是分享 我是透過哪一些網站 就是新加坡這邊比較常用的網站去找工作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LINKING LINKING在新加坡算是一個也是蠻常使用的求職的大網站 上面的話比較偏向於就是專業技能找工作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網站跟你的企業主聯絡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是它有一鍵頭旅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設定都填好之後呢 你就按一個鍵 你的旅立就會送出去給那個老闆看 那如果他們對你有興趣 他們可以直接就是私訊你然後跟你聊狀況 第二個網站是Jobstreet Jobstreet它是有一點像是台灣的104 就它裡頭的職業非常的多種 就是含像是服務業這樣子也有 但是Jobstreet上面呢 就是它如果你點進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跟你在競爭這個工作 然後那些人的現在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要求的薪資是多少 我覺得在Jobstreet上面 投履歷其實有一點點難讓企業主注意到你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了 所以基本上它會直接用電腦那種刪去法 就是你很有可能就完全沒有機會 第三個的話呢是 My career future Singapore 這個網站呢主要它是提供給新加坡當地人或者是PR找工作的 因為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當地人他們也是失去他們的工作機會 所以政府跟很多很多的企業家都合作 政府會補助企業家提供工作機會給求職者 然後求職者的薪水呢有一部分是政府補助的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外國人不可以在這個上面找工作 只是我們不可以透過這個網站去申請這個工作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網站知道哪一些公司缺這個職位 當然一開始我也是傻傻的 就是只是用它就是網站設定好東西然後去投履歷這樣子 當然這樣收到的回覆就蠻少的 沒有到很多 而且有一些甚至知道我是外國人的時候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職缺 然後也沒有名額給外國人升起準證 所以我有兩個小秘訣 外國人怎麼在新加坡投履歷呢 就是呢你在那個網站找到那個公司名字之後 你直接去Google那個公司 然後去它的官方網站 找到它HR人事部的E-mail 你直接把你的履歷還有你的作品集 或是你的COVERLATER你的求職信全部都寄給它 至於它要不要回那就是它的事情的 你已經主動出擊的 那如果這個公司的官方網站呢 它沒有HR的E-mail怎麼辦呢 一定會有一個E-mail在上面 可能是客服E-mail或者是任何一個職位的E-mail 如果是老闆你也不要怕你就直接投履歷給他看 因為你就是需要一份工作嘛 如果這個時候你還就是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那機會永遠不會找上門啊 有時候你就是要自己去抓住那個機會 去找機會給自己 這個小秘訣呢就是 你可以直接走進那個店家問有沒有職缺 因為像那時候我是設定給自己想要找平面設計師跟畫畫老師 那時候我就有在買東西啊逛街的時候啊 那些mall裡頭就有很多畫畫補習班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去看他們有沒有就是在真的那種廣告 但是每一家提供的福利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以趁這個機會你再回家去啊 像是Jobstreet啊或者是Linking看他的基本薪資還有他的福利大概是什麼 然後你有看中哪一些之後呢 你就把你的履歷印出來 穿著正式一點 但是也不要就是太正式 就是休閒中的正式 然後你就直接走進去那個店家 把你的履歷給他啊 跟他說喔你在網路上有看到有在真人 那這是我的履歷你們可以過目一下 有興趣的話就是歡迎你們跟我聯絡 如果你穿的比較正式的話呢 那個老闆就會對你的印象會比較好 畢竟因為你是直接走進去跟他講話 跟他有點像是面試那種感覺 如果他覺得你的履歷跟作品OK的話 那他可能當天晚上他就會跟你聯絡了 因為當時我也有收到很多不同家公司的面試的邀請 我就是我不管誰邀請我去面試 我都會去面試 因為即使你對這個公司沒有興趣 但是你去面試你就是給自己一個練習的機會 更何況現在是在外國 跟在台灣面試的時候當然是很不一樣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語言嘛 新加坡這邊都是講英文的 所以你需要給自己一點時間去調適那個節奏 他們的面試方法跟他們問你的問題 會有一點點跟台灣不太一樣 所以你透過不斷的去練習面試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然後你也更可以有自信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很多公司都找你去面試 然後你也去的話呢 就代表你掌握著自己的機會 那時候除了我現在這個畫畫老師的工作之外 也有其他公司也有提供我工作機會 但是我後來經過考量之後 我還是選擇就是來當畫畫老師 以上就是我在新加坡 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去找工作 而且特別是在疫情下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只要你有努力 機會會找上你 但是你也要自己去抓住那個機會 然後不斷的努力去準備去嘗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